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位医生 她说很多选手都会有这个状况 不过很多人都会慢慢好转 没事 我会陪你 大联盟的出版合约我已经帮你看过了 剩下的就等法务做最后确认 合约的事情 我想先还一下 我怕如果被发现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投球了 证明 我们就差这么一点点 如果错过这次 下次我们要等多久 这是我们离大联盟最近的一次 不然合约如果签得下来 就先签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去美国 辛苦你了 她一直都很支持我 却我觉得 有她的支持 我可以很专心地在场上发挥 了解 怎么了 没事 宝宝刚突然踢了一下 我吓一跳 没事 你先休息啊 等一下我录就好 不要啦 这是商婷姐的好意啊 大家做自己人 你不要勉强哦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叫李婧去讲一下 我没事啦 真的 好 我知道了 嗯 没问题 好 谢谢 怎么了 球团那边说 美国的合约可能要暂缓一下 因为合约内容在修改 所以 记者会先取消 他们知道了对不对 那不这样还要录吗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张正明 还有她怀孕的妻子 徐一嘉来上节目 张正明 你的大联盟合约 应该已经 哦 就等官方公布咯 嗯 很难得 带老婆一起来上节目 张正明 我听说 喂 你们的结缘也是因为 放肠的关系 经理 你却不能再去说一下吗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就说正明那点状况不好 再给她一次机会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你等我一下 嗯 没有啦 因为她从少棒的时候 我就在看她打球啦 所以张正明 就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就会觉得 很像是我把梦想寄托在她的身上 那 张正明 在家里或私底下 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可高人的 小秘密 可以跟我们球迷分享一下 她哦 就是 比较懒惰一点啊 你都不做家事 正明 今天谢谢你来 谢谢 最后去美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不用跟我客气啊 我很多同学在那边工作 嗯 一路顺风 谢谢 辛苦了 今天谢谢 这么客气 谢谢哦 拜拜 哎 要走了吗 妈说她组好了 在家等我们 我 我 秋团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 你先走 你不是答应妈了吗 我知道 呃 你先叫车走 好不好 你叫我们先走喽 回去小心 我先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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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了 ,我太好了 你有什么事